如果是大型故障 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 那可能要换飞机 需要三个小时 我听你们胡扯啊 我不等了 等不了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下吧 先生 我想穿起来 我 我 各位旅客 很抱歉的通知 前往广州的 X-D83-ED4航班 由于机械故障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 请您耐心等待 进一步的通知 谢谢 机械故障 你不是天气原因吗 什么情况啊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是机械故障 但是航端上 也的确有雷暴 你少废话啊 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 天气原因不用赔 你是不是想赖对 我们赔偿机啊 既然是机械故障 导致的延误 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 先生 我们公司有规定 要四个小时延误以上 才会安排休息场所 或者是赔偿 还行 你们耐心等待 我没那个耐心了 到底还要等多久 抱歉 先生 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 具体要看 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是这样的 如果是简单的 非控计算机 那么修复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是大型故障 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 那可能要换飞机 需要三个小时 我听你们胡扯啊 我不等 等不了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下吧 先生 小陈姐 我 我 你 你 你干吗 你 你还在打我 七十九号登记口有 喂 喂 你 你干什么 喂 放手 放手 喂 放手 所有登记口都有进口 你刚刚做了什么 全都录下来了 怎么回事 这位先生当时 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 郑哥 你好 我是陆州机场公安 你刚才的行为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 协助调查 麻烦你也给我们去一趟 协助了解情况 LiTV 历史线上仪式